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给着自己有一些压力 但一直的目标也没有变 没有重新审视自己 就是我的成长的意思不是 就是说我要更加成熟 就选择20岁就要像30岁一样老成 老成不是那样 就是我想要自己在自己的专业知识上面的成长速度再快一点 然后可以尽快地带给大家一些好的歌 然后而且学音乐这个事情是会一直学习的 所以就希望能学得更多一点 有一点新的元素新的东西给大家 我觉得其实都蛮费心的 而且但我觉得两个是不一样的类型 不一样的方向 就可能演唱会的方向是真的需要去解决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比较多一点 但专辑的话问题是需要在于去选歌去写歌 这就是自己的问题 在作品上都挺注重词这一块 就是注重语言表达这一块 因为从小就是听华语流行 那当然就是像有很多之前的歌曲 他们的词都太优秀了 就一直影响到我觉得词真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就导致我自己在写词的时候会非常肘非常钻 然后去写 但是我知道现在写的还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是我很重视的一块 就是一些想法情感都完全投入进去的那种 对就是基本上我的想法跟情感都会写到歌里边 对 但如果是比较隐私的想法 我写的比较隐晦 对 因为我觉得 是密集的大概四个月的拍摄 每天拍了真的不少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进步的 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从开拍到最后是有进步的 对 然后也觉得 嗯 就是演得更加的 不会那么紧张 更加熟练了 挺好 我不知道 我就是给他买了台电脑 他就学会了 他就很厉害 我也不 你知道我都不会签到 就是在电脑上我不会 手机上我会 电脑上 我没有电脑上微博 所以我不知道 嗯 就自己都不会那个微博 就老板的 对 我太 我太绝了 我之前我不是发微博 有段时间带什么超话话题吗 我就是 我就是那段时间才学会用超话的 我也 寻找爷爷比我还早呢 挺厉害的 嗯 我 其实也蛮感动的 其实不是说暂别吧 只是 应该18岁 一个节点 对 但其实演唱会的时候 当时还蛮搞笑的 其实前面 我唱有几首歌的时候 粉丝挺感动的 其实我也挺感动的 但是我就不会泪目 因为我 走到台前 台下前三排都是蛮好的朋友 他们就一直在笑我 我也就跟着笑 对 但其实最后 最后那一part就是 把粉丝挨迪打到大屏上 真的是给我真感动了 就那个真的太感动了 对